我们敬礼传神主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萨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八华王喀玛巴 敬礼图登大吉上师 我们敬礼坦诚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 师母 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musste目ään 尼怂敬好像 心姿urst 心臌顧 心臌座 心臌顧 以前aime Ninota kao 心臌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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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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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哟 心笑 心笑 今天是修阿彌陀佛法 本來是堅持不要睡著 入定就好 不要睡著 最後呢 到了最後居然睡了幾秒鐘 這天氣吧 大概是天氣 外面滿涼的 裡面太熱了 這裡面很熱 外面很涼 冷熱調不過來 如果冷 它不容易讓你睡 這個熱就會紛紛沉沉 所以我們做每一件事情 都是要調得剛剛好 思上 這個就是佛法裡面講的中觀 中觀就是這樣子 像血壓來講 你身體的血壓 絕對不能讓它高過140 高不能140 140底下 還可以超過140 就算血壓就高了 就是在這個中間 也不能太低 也不能太高 就是這樣子 適中 剛好在中間 很多事情都這樣 從我們身體裡面 溫度也是一樣 溫度你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 就是要剛好 那我們平時在運動 每天都要運動 也不能太激烈 激烈就會運動 就會受傷 運動傷害 完全不運動 那你就 也不能夠讓它通常 全身通常 心跳也是 心跳 呼吸 包括你吃的水分 你的手吃的東西 全部都是在中 一個字中 一個字中 我們修行 你不能過於 不能過於 太極詐 你想辦法 要很 努力精進 太過於精進 也會入謀 太過於鬆懈 你又得不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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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從這個外面那麼涼 裡面那麼熱 那熱就會讓你覺得想睡覺 冷 它太冷 又讓你能夠 就能夠不能受不了那個風寒 所以我們學佛要懂得 這個中觀 什麼事情 都是以中觀 不要太 這個急著 想要成就 也不要說 太懈怠 太鬆懈 所以我記得好像 那個釋迦牟禮侯有一個比翼吧 就像我們彈 彈琴 那個 彈 用弦彈那個弦琴 你把它拴得太緊 才就會斷掉 太鬆了 他發不出聲音 所以那個弦呢 就是要 不緊 也不鬆 剛剛好 就可以發出 最美妙的聲音 這就是中道 這就是中道 中道的例子很多 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子的 這世界上的事 這世界上的事 都是這樣子 我發覺 我精神振作 你就睡不著 太緊張了 太緊張了 你就睡不著 但是呢 你如果太鬆懈了 你又沒有辦法控制 你自己的睡眠 沒有辦法控制你的睡眠 一直在沉睡之中 像那個 坐在這個法座上 這個溫度 而且是晚上 我就把它放鬆 結果就睡著 坐在椅子上 就睡著了 躺在床上 你就睡不著 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這都是 身體的調適 還有心理上的調適 都是一樣的 修行的調適 任何事情的調適 就是不能太急 不能太急 也不能太受 這個弦 像那個小提琴 那個弦 就是要不能太緊 也不能太受 任何一樣 要彈出最好的音樂 那個弦不能太緊 也不能太受 就是要調得剛剛好 那就是最美妙 C few times 話 講幾個笑話吧 今天打赌 输给女朋友 输的人要帮女朋友倒水跟泡脚 结果她因为这个男的输了 就帮她倒水跟泡脚 女朋友讲说要加点盐 她就加了进去 随所又加了冰糖 酱油 醋 还有骨脂 骨脂 倒入盆子里面 就女朋友就问她 你这个是跟哪一个中医学的 泡脚要加醋 加酱油 加冰糖 加骨脂 男的讲 不是的 我是跟我妈妈学的 你朋友问 你妈妈常常泡脚吗 就男的回答 我妈妈常常猪脚 这种笑话 华人听得懂 炖猪脚要加什么材料 这里讲人生有三大 义醇和愚醇的事情 不是我们那个 那个同门叫愚醇 他人生有三个大的 义醇的事情 很愚又愚又醇 第一个 跟老板讲道理 第二个 跟老妈讲道理 第三个 跟老婆讲道理 我觉得应该加第四个 跟女朋友讲道理 跟老板讲道理 那你就要被辞掉了 没有什么道理好讲 不要跟老板讲道理 不要跟他们讲道理 跟老妈讲道理 这会演变成什么 应该没有什么 跟老婆 跟老板讲道理 跟你朋友讲道理 跟你朋友讲道理 就是要分手 跟老婆讲道理 跟老婆讲道理 那你包食了 这是人生三种愚醇的 愚醇的事情 这是费君的笑话 一定要讲 如果费君身上的肥肉能够卖钱 他就是世界上的首富 很胖的女人 他身上的肉能够卖钱的话 绝对是身上的首富 奇怪 这里老是笑胖的 没有笑瘦的 我记得还有一个 这也是费君的笑话 老婆问老公 老公 我又很胖吗 老公说 不会啦 你这样子刚好 我很喜欢啦 老婆说 那我现在饿了 把我去冰箱那边 老公讲说 你等我一下 我去把冰箱抱过来比较快 我去冰箱那边 这也是胖的 这丈夫啊 到机场接妻子 到机场去接妻子 妻子问 你怎么这样愁眉苦脸的 你看 那边那对夫妻有说有笑的 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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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先生啊 是来送妻子上飞机的 才有说有笑 来接妻子的就愁眉苦脸 好 来 我们进入主题 我们的弟子 中国中的弟子 在南非联邦 他传到这里来问世 南非联邦 莲花永元 莲花永元问的 师尊 师母 生活中 大家好 他问有关灌顶的事情 第一件 什么法在什么条件下 是需要灌顶 什么法在什么条件下 是不需要灌顶 我这个范围太大了 什么法是需要灌顶的 什么法是不需要灌顶的 他用一个比喻 比如米衣搜萨花 不用灌顶 米衣搜萨 就是用一盘米 把衣服放在米上面 点了三根香 然后请佛菩萨加持 让自己身上的冲萨给他冲掉 或者是收金 你被吓到了 心很不安宁 你用米衣搜萨花 那个法 那个法是小法 不用灌顶 师尊曾经讲 大家如果收金了 就用米衣就可以收金 就可以收金 大家都可以用 不用灌顶 我只能够这样子跟你讲 因为那个比喻比喻不完嘛 对不对 有些可以要灌顶的 有些不用灌顶的 所有的 像释迦行 上师 上师 本尊 内法 外法 金刚法 无上密 这些都是需要观点的 那我们好像是正佛中比较方便一点 你收了 归一观点 你已经收了归一观点 那你就可以直接修四加行 按照比较 按照比较 按照藏密来讲 按照藏密来讲 你修一个加行 就要观一个顶 甚至你要持咒 要持这个咒 也要有持咒的观点 观想 持咒 入定 整个法都是要收观点的 还有节手印 也要灌顶的 其他的 就不用了 因为灌顶 是属于命教来讲 你念佛 要不要灌顶 不用 在选教来讲 他根本没有灌顶这两个字 但是受戒 受戒是有 你受菩萨戒 受在家菩萨戒 受沙明戒 那个不叫做灌顶 那叫受戒 那叫受戒 他人不称灌顶的 只有密教才有灌顶 密教才有灌顶 那像这个释迦行 归一 释迦行 上述相运 本尊 内法 无上密 金刚法 都是要灌顶的 他在问 第二个问题 在没有上师的时候 念七遍的立度母咒 七遍的立度母咒 或者二十一遍的大伦金刚咒 大伦金刚 大伦金刚 是弥勒菩萨的金刚声 弥勒菩萨的金刚声 是大伦金刚 这就是大伦金刚的心咒 你只要念二十一遍 你只要念二十一遍 在没有上师的地方 你在没有上师 你想要修一个法 但你的周边 都没有上师 你那个国家没有上师 像在南非联邦 就没有 我们没有上师在那里 像象牙海岸 我们没有上师在那里 但是我们有唐在那里 像象牙海岸 南非联邦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在非洲的 就是肯雅 也有地址在那里 他要找上师 正宗中的上师 他要非到很远的地方 别的国家 没有上师的地方 但是他想修那个法 怎么办 这个叫做自授观点 自己在谈诚面前 你用利杜姆的心咒 念七遍 你祈求 你要灌什么点 你祈求 当然大法 你要做上师相运法的灌点 释迦弦的灌点 本尊的灌点 都可以 再上去的内法灌点 跟那个 就不太行 金刚法的灌点 那个有些要讲授的 要传你 传你的法的 像内法必须要传的 你不能盲羞侠恋 所以你当然释迦行 本尊 还有上师 你可以用自授观点 其他的大法 还是要牵制观点 那你自授观点的时候 要念利杜姆的咒 七遍 念二十一遍的 大伦金刚的咒 大伦金刚的咒 就是二十一遍 你可以自授观点 在谈成门前 念完咒以后 你观想 那个法流 经过你的身体 你如果有感应 我们是有感应的 有些人有感应 有些人没有 有些人有接受 那个法流进来 你会有接受 你们这里有接受的 几手一下 有感觉到 法流从上面下来 一直到前身 有几个人都有接受 都有接受 那个法流 它可以从你顶上下来 到你的前身 它有四种接受 就是地 水 火 风 四种接受 地的接受 法流进来的时候 你感觉到 自己好像一个山一样 坚固如山 这就是接受 感觉到 全身非常的清凉 但是不是冰 不是冰哦 不是凉到像冰一样 让你发抖 感觉到很清安 清凉 进到你的身体 那是水的接受 火的接受 你就觉得 从顶上一直热 一直热到脚 那是火的接受 烘的接受 你身体会震动 那是气的动 法流像气一样震动 会震动 好像是说 你轻轻的 它就轻轻的动 这就是法流 进来 轻轻的动 自己全身都感觉到 自己全身 都有一点震动 这四种接受 地水火候 四种接受 自受灌顶 有的有接受 有的没有 但是你照了 仪式去做 等于是观想 上师在你面前 拿着灌顶瓶 给你倒在 你的头顶上面 你有四种接受 产生出来 这个就是 自受灌顶 自己给自己灌顶 不是适合所有的法 应该要 像无上秘的法 你也不能自受灌顶 金刚法 你也不能够 自受灌顶 最高的 大阎满法 你也不能够 自受灌顶 最高的法 像 红教 是大阎满法 黄教 是大威德法 这个花教 叫大严圣会法 白教 就是大索应法 最高的法 都不能够 自受灌顶 不是所有的法 都可以 自受灌顶 不可以 他的第三个问题 佛是因为 度化众生 严满 自己修为 也严满 菩萨是因 度化众生 还没有严满 度化众生 是最大 其基本也是 最殊胜的法 只要发心去做 就可以了 这个发心 就是最殊胜的 灌顶 可以这样子 讲吗 发心就是 最殊胜的 灌顶 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 发菩提心 你突然之间 想到要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不算是灌顶 是你自己 决定 要去 布施众生 而且呢 我们所有的行者 都应该要 布施众生 本来就要的 而且本来就要 发菩提心的 如果不发菩提心 怎么修行呢 发那菩提心 你才能够 自己度自己 也能够度它 这不太一样 灌顶跟发菩提心 是不太同 不太相同的 这是回答南回联邦 莲花永远的 我们在非洲还有几个国家 都是也有地址 在蒙哥 在蒙哥里亚也有 在哈萨克也有 在拉夏也有 在乌克兰也有 在巴勒斯坦也有 也有地址在巴勒斯坦 在乌克兰也有 自己工作的儿子打电话给妈妈 他说 跟妈妈讲 妈妈 我不会煮面 也不会洗衣服 怎么办 妈妈讲说 你赶快去交个女朋友 帮你就可以了 儿子说 说的也是 就这样吧 几个月以后 几个月以后 妈妈打电话 给儿子 儿子啊 最近你都没有给我打电话 是交到女朋友了吗 儿子讲 是啊 有交到一个女朋友 妈妈说 不错哦 那你现在做什么 儿子讲 我现在在帮女朋友煮面 还有帮女朋友洗衣服跟晒衣服 他什么都会 有人问 爸爸跟妈妈有什么区别 爸爸跟妈妈有什么区别 看到妈妈的时候啊 小孩子就会讲 我肚子饿了 我生病了 我要喝水 那晚餐煮什么呢 我能够出去玩吗 我的睡衣在哪里 我没有钱 都可以跟妈妈讲 看到爸爸的时候 他只能问一句 我妈妈呢 还是妈妈万能 妈妈比较万能 我们讲《唯摩节经》 这个唯摩节啊 不只他本人厉害 连他的嗜者善花天蜜 也是不得了的 也是不得了的 也是很有智慧的 一般人能够有这种智慧 也是很难 很难得有这种智慧 所以这一本经典 大圣经典的根本 《唯摩节经》是大圣经典的一个根本 我们讲这一段 善花天蜜问舍利佛 那你现在的 你身的色相 今何所在 舍利佛回答 舍利佛也很聪明 因为舍利佛本身 在小圣里面 在神闻圣里面 他也是智慧第一 舍利佛就回答了 你身色相 无在 无不在 就是很聪明的回答 这是你的色相 你的 是在 但是也是不在 那到底在不在 是在 但也不在 为什么 因为这个 色相根本就是 一个暂时的存在 真正的佛性 哪有说什么 佛性哪有什么 你的男的呢 没有 佛性是没有男的 你之分的 只是你这个壳 有分男 尤其我们现在 那个科学那么发达 你想变成你的也可以 像我想变成你的 我也可以 只要有医生 他把你全身都变了 都吃女生的荷盟 这个胸部也会长出来 胸部也会长出来 脯子也没掉光 也没有 都是理性的荷盟 你男的也会变成你的 你女生想要变成男的 也可以啊 现在这个科技那么发达 你想变成你的 也很easy啊 这都是性相方面的问题 这是人渴的问题 这个渴的问题 真正谈到佛性 哪有难你之分啊 没有 所以舍利佛回答 在 就是说 这个壳是在的 佛性 也没有 女生的分别 男女都没有分别的 这时候三花天宁就很高兴 因为他回答是对的 一切诸法 依乎如此 所有一切的现象 所有的佛法 也都是这样子的 是在 也不在 一如我们色身来讲起来 我小孩子是一个样 初中一个样 高中一个样 大学一个样 初社会是一个样 有差别的 像都会变的 像是在 但是事实上都在变化之中 通通都不在 我以前不是想说 一岁的时候 就出场亮相 十岁的时候 是学业至上 二十岁的时候 是青春荡漾 三十岁的时候 是职场闯荡 你在做事业了 四十岁的时候 就稍微花胖 五十岁的时候 是老当益壮 六十岁的时候 血压向上 七十岁的时候 就偶尔遗忘 八十岁走路 就摇摇晃晃 你看 像 这个United States的President American President 拜登 上飞机他也要跌倒 走平地他也要跌倒 现在穿了一个 比较稳定的鞋子 看他会不会跌倒 他八十几岁呢 走路就摇摇晃晃了 他在九十岁的时候 就差不多 差不多 都忘了 很多事情都忘掉了 做过了马上忘掉 做过了马上忘掉 到一百岁的时候 就挂在墙上 不是每一个时辰 都在变化吗 那一天 那个鼠一世杰 把我这个永远的帅 他做一个网路 永远的帅 把我年轻二十几岁的照片 拿出来 永远的帅哥 我今年八十岁跟二十几岁比 那几乎是两个人 不同 同啊 还同吗 还相同吗 哪有可能 那时候有头发 那眼睛非常的好看 那个脸型都好看 那叉了很多了 完全你走在路上 我看到那样的 我二十几岁像韩国的明星 对不对 韩国的那个明星的那个照片 这里能够播出来吗 电视上能够播出来吗 看看我二十几岁是什么样子 可以不可以 那个影音室 有二十几岁的照片吗 有没有 说是在跟不在 壳是一样的壳 但也有变化 书一帮我放在那个 那个 Facebook 是吗 对 好多人看 几万的人看 我最多的 最多的那个 暗战的 那就是 我用那个 那个神咒 六丁六甲神咒 加持 跟用九日真言法加持 那个居然有十几万人看 哇 十几万人 有没有 可以放吗 不能放就算了 你看我二十几岁是这个样子 我二十几岁是这个样子 我有照片可以放吗 好 放下来 二十几岁 二十几岁 是六十年前的照片 六十年前的照片 你看现在是唯一的这个 那时候是这样子 你看会变的 那个人咳是会变的 可以了吧 对不对 帅不帅 帅 所以人是在变化之中 是你不知不觉 你就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从年轻一直变到老 你看那个 是那个播出来了 我拿着我的照片 二十年前的照片 那是八十岁的我 那是二十岁的我 你看 二十岁的我 这也好多人看 好多人 坏 对 对 我们 我们 你看 你说我在不在 在也不在 因为你这个壳都会变的 二十几岁是这样子 你现在是八十岁 六十年前 你是这样子的young man 八十岁了就变成all man 不一样啦 差很多了 根本是两个人 所以是在也不在 你看舍利佛很有智慧 在也不在 所以讲 不是你设身会变化而已 男设身也会变化 我常常讲嘛 你是女生 很漂亮的女生 将来你都会变成老菩萨 老菩萨年轻的时候 他在市场 在市场卖衣服 他是市场西施 你现在叫他西施 哪有可能 男的将来年纪大了 都会变成临终碑老先生 他已经九十五岁了 九十五岁了 他年轻的时候我也看过 也长得不错的 对 他现在老了 也病了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那是读军校的时候 这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是读高中的时候 这读初中 初中 高中 军校 跟这个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的照片 四张照片 一个是初中的 光头的是初中的 有一点头发是高中的 还留着头发 穿着金服的 那是读军校的 这个是毕业的时候照的 这一张另外那个 这一张另外那个 还有一张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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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那个学士帽的 所有讲啊 这三花天女就回答了 所有一切法 依附如是 真的都不一样的 我告诉你 不只人不一样 国家也不一样 社区也不一样 不只人生不一样 什么都变成不一样 国家也不一样 你看看巴勒斯坦 我们讲巴勒斯坦好了 巴勒斯坦 他原来他整个迦南地 圣经里面所写的迦南地 巴勒斯坦 在这个 那时候的耶稣洪华的地方 加利利海 叫做加利利海 其实是加利利福 耶稣洪华的时候 是一个样 那时候偏布的 耶稣是犹太人 耶稣基督是犹太人 他在巴勒斯坦洪华 那个时候 整个巴勒斯坦是一个样 现在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了 国家都不一样了 你看乌克兰 以前苏 苏俄联邦 那时候是联邦的时候 几乌克兰 红尔克兰 周围的国家 全部都是叫做联邦 苏联 那时候叫苏联 纷纷独立了以后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看那个蒙古大帝国 是那时候蒙古人 是整个地球上建立最大的国家的一个种族 蒙古里亚 后来现在变成比较小的 变成那个内蒙古 外蒙古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你看匈亚历 就是过去在中国所称的匈奴 就是现在的匈亚历 你看嘛 以前的中国的辽国 就是现在的阿富汗 都不一样了 都变了 都变了 所以国家都会变 那么大的国家都会变 何况我们这些小人物 一个一个 所以西境也会变 西境也会变种 都是在变化之中 所以一些色身 都是 舍利我讲 在也不在 善花天宁讲 所有一切的诸法 亦复如是 也是这样子的 都是在也不在 它会变化的 好 我举这样的例子 你们就听得懂了 好 这个善花天宁讲 无在无不在 是不在的 但也是在的 呼 无在无不在 则佛说也 佛也是这样子讲的 因为佛讲 诸行无常 没有一样东西是常态的 我们刚刚买南山亚瑟的时候 刚刚买南山亚瑟 南山亚瑟是刚刚建好的房子 我们买的时候是刚建好 都还没有人使用过 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现在呢 就快变成中年房子 再住下去 就变成老屋 说不定房子变成老屋的时候 我跟师母都不在了 对不对 所以房子也是一样 一切都是一样的 都在变化之中 车子也是一样 你买了新车 过了十年 就变成老车了 这是佛说的 是佛说的 诸行无常 舍利佛问善花天宁 舍利佛开始问善花天宁 你以此末当身何所 舍利佛问善花天宁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如果将来死了 你会到哪里去 舍利佛问善花天宁 善花天宁 回答 就如同佛一样 这里生 另外一个地方又生 像佛如来一样 他讲说善花天宁 像佛如来一样 佛如来其实没有生死 没有所谓生死 所以佛 我们佛性 我们讲的是佛性 没有生死的 佛性本来就是永远存在的 它是因缘所化 你因缘到哪里就到哪里 随着缘 随着因缘 随着缘分去走 我们都是随着缘分去走 并没有说这个生 结束了 就到另外一个生 按照佛性 是没有这里死 那里生的 所以这里讲到 所以这里讲到 生死是一样的东西 生死一族 生死一族 什么都是一族的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要懂的 没有什么生死的 佛性哪有生死 佛性没有说死掉的 也没有再佛起来的 佛性本来就是佛性 你不过是换个衣服 好像我们简单的讲 我们不过是换一个衣服 我们不过是换一个壳 换一个住家 师尊也搬过好几次家 在巴拉 搬到正佛命院 有正佛命院 再搬到幽灵府 幽灵府 搬到Gabshabluci 由Gabshabluci 搬到现在的南山亚瑟 也换了几个家 就像换家一样 生死就是 你换一个家而已啊 像我生死来讲 没有生也没有死 我不过是换一个壳 换一个壳 换一个壳 那我觉得这个壳太老了 不好 破了 就把它丢掉 换一个壳 这样哪有死呢 没有死 就像我们衣服 就我们衣服穿破了 就把它丢掉 换一件新的衣服 穿过了龙袍 穿过了龙袍 就把它那个 给人家飙走了 换一件新的龙袍 接件是新的 那旧的也收起来了 就是这样子 生死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不要把死想得那么 想得那么悲伤啊 哭啊 密度婚啊 大家一起围着哭啊 你就把这个衣服脱掉就好了 就等于脱衣服一样 我们不是tublish 不是脱衣服 我们是换衣服 换柱柱 换一个壳 这样子想 没有什么好悲伤的 因为根本破了 旧了嘛 衣服都坏了嘛 要想成这样子 人生也其实就是这样子 真正的现象也是 就是这样子 佛讲的现象就是这样子 佛化所生 物如彼生 上发天宁讲 佛怎么样子的化生 我就是怎么样子的化生 佛所化之生 并没有什么生 也没有什么死的 没有 生死亦辱 这样听得懂吗 三花天宁就有讲 众生有然无陌生也 其实众生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生 没有什么死 舍利佛问三花天宁 你久如当得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舍利佛问三花天宁 你什么时候 你可以得到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三妙三菩提 表示说 你什么时候 三花天宁啊 你什么时候可以成佛 他就是这样子问 这个三花天宁就回答 你如果舍利佛 你如果舍利佛 将来变成凡夫的时候 我就可以成佛 我就可以成为阿尿 得到阿尿多罗三妙三菩提 各位剩下的明天讲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